启示录第十五章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极。 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 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 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 其中有火掺杂, 又看见那些圣了兽和兽的像。 并插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 拿着神的琴, 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 说,主神,全能者啊, 你的作为大灾, 奇灾,万世之王啊, 你的道徒亦灾, 承灾。 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 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 此后, 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 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 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 胸间竖着金带。 四活物中, 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 给了那七位天使。 因神的荣耀和能力, 殿中充满了烟, 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 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